各位各位 現在有個緊急狀況 剛剛啊 我們試排的時候加了一個路人 然後那個路人打得非常爛 然後還跟我們吵架 宗宗非常不爽 沒有 我覺得很煩 我到現在還在想 那路人打得怎麼樣 超級爛 然後他有嘴炮嗎 有 他有嘴炮啊 超級爛 真的超爛 超級爛耶 我沒想到在死耶 因為剛剛這個路人呢 打得很爛 又跟宗宗他們吵架 所以我決定幫大家復仇 我剛剛開一個房間邀他進來 然後單挑 幫你們復仇 現在呢 他已經進來我們這個單挑房了 然後我們準備來復仇 然後這次復仇呢 我就一樣選我的Man腳 Piro是烏日排名第一的小丑 陳丁 是 我們直接用實力讓他閉嘴 好 Let's go 來喔 Oh my I saw me 對吧 誰在中路給他一波啊 你看他只有嘴臭而已 根本打不暈我 超爛 Piu 打爆 欸他在瞄 欸閃過 超爛的 他在嘴炮什麼 超爛的 Piu 我怎麼快死了 他快死了 他快死了 欸 掰掰 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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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亂笑人喔 你看他就直接打嘴炮 出賣罵了 黑豬 黑豬 追 賣 打到了 笑人就打到了 我真的死了 等一下給貼圖 欸 我們事實差太多了 你看他死了一直都亂嚮了 就算被你幹 他扣 手機太燙了 手機太燙了 剛剛有一點盾卡你有看到嗎 手機太燙了 手機太燙了 你有盾卡你有看到嗎 有卡到一點點 你看手機太燙了 完蛋了完蛋了 我剛剛被擊殺是因為手機太燙 卡頓你有看到嗎 有你自己摸你自己摸 現在趕快發出我的神器 飛製的B6X散熱器 C就可以用開機 1 開始復仇 上遊戲了 都會打死 真的可以了 手機已經急速降溫了 掰掰 掰掰 哈哈 跳個舞 不錯 躲在這邊 欸抓到 可不可以有開局 糟糕 糟糕 趕快 他一個被騎肉皮 回戲 哇他好爛喔 我以為他會跟你看頭腸 你想跟我彈跳 欸他玩到頭腔欸 哈哈哈哈 他玩到頭腔 這麼遜喔 好 復仇成功 打敗善民了 現在今天到這款 飛製B6X慈禧版 航海王RAID聯名款 他就是跟最近航海王電影版聯名的喔 外盒上面就是有一個魯夫 這邊有電影版的LOGO 開箱 你們有說明書跟一個下載的APPQR 他有對你的手機APP可以使用 你只要掃這個QR 就可以利用手機控制這個散熱器 磁吸貼 現在大家手機不是後面都有磁吸功能嗎 有些人手機不支援 你就可以把這個貼在手機上 再來就是這個B6X散熱器本體 他這次B6X配色超級好看 長這樣 等一下 你在變態欸 什麼都吸我的 他正面長這樣 哇 狼海王的LOGO欸 超級好看欸 草帽褲褲 以前是開關式的嘛 對 現在是按鈕式的 按一下 哦 哇 哇 關機 按一下 而且手機降溫速度非常快 是真的會冰喔 我現在剛開對不對 你摸摸看 很冰欸 超級冰 真的他之前前期待的就很好用了 超級冰 iPhone14嘛 超級的 真的很冰欸 他怎麼那麼冰啊 對啊 真的很冰 你自己摸冰冰 已經變冰了 這很讚欸 買了買了 真的真的蠻讚的 我認真 以後玩遊戲手機容易燙嘛 對不對 你手機只要有Size app 這邊就可以連動你的散熱器 非常的好看 它是彩虹的欸 剛剛它不是彩虹的 顏色可以調啊 我可以從這個APP這邊設定 可以用流光啊 這樣有流光的感覺嗎 看這個蠻帥的 玩手遊常常遇到手機過熱影響遊戲體驗 現在不用擔心喔 直接來開箱這款 飛制B6X手機散熱器 使用散熱器之後的遊戲體驗非常順暢 不用怕因為手機過熱發生卡頓 而且B6X升級20W功率 可開啟超頻模式 一分鐘可直降32度 下載APP後可以細部控制散熱器 可以選擇靜音及寒兩種模式 既然超冰 會變超冰 起手機會變超冰 跟你講 這支真的有真的 既寒 冰冰塊差不多了 既寒超冰 而且它也有自動空溫的防止冷凝水 也可以選擇智能變頻或是固定功率 其中我最喜歡的功能就是 它可以設定自己喜好的燈光效果 有各種電競的感覺非常酷炫 男生看了都一定會覺得帥到不行 那這次呢就跟海海網聯名的 飛制B6X散熱器 那大家如果興趣的話 可以點下方的連結過去去參考看看 欸很累的時候拿這個提點很爽欸 很爽欸 很爽欸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